哈囉 大家好 我是皮貓 今天呢 我們來跟大家介紹一本超酷炫的書 叫這一本 被誤解的台灣古地圖 而且這本書它有一個非常酷的贈品 就是有一些書會送海報嘛 它送的海報是這個 這個是1570年的世界地圖耶 我拿反啦 亮台對 1570年的世界地圖耶 然後它的背後是 清朝嘉慶的時候的台灣地圖 那你可以把它貼在牆上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我下次就把它貼在牆上了 接著它還送了這個明信片 總共八張 八張都是台灣 有些是世界啦 對 不過這個有點小 你要看仔細一點看得出來 OK 我們來看看這本書 這一個作者是陸傳傑 那出版社是演員文化 那它其實在這個封面也有玄機 你看這次它的書籬 它打開來之後會發現 還有另外一張台灣地圖 這張台灣地圖是1728年的北南圖 這張很有名喔 因為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精準的一張地圖 一本八百多塊 我覺得蠻便宜的啦 我之所以為什麼喜歡這一本書的原因在於 因為它是地圖 因為它是圖 而不是文字 用文字在寫歷史的時候 難以避免就一定會有立場 而且有時候寫的這些歷史會受到政治的原因 讓你有些事情被強調 有些被忽略 這張是個過度讚美當時的執政者 合理化侵略 美化殖民 故意不講自己的壞事 可是畫地圖或夯害圖的就不一樣了 製圖的人通常只是單純的想要告訴大家 這個地方要怎麼去 這個地方上面有什麼人 還有其他這個地方的資訊 我們來看這張地圖 台灣在哪裡啊 在這裡 這張是1596年的地圖 在那個時候大家還把台灣畫成了三個小島 所以我們可以從中得知 當時歐洲人並沒有真正的上來台灣換索過 或是你看這張是宋朝的地圖 宋朝那個時候根本就還沒有台灣 只有一個類似的琉球放在這邊 整本書有超過100張的地圖 那有些地圖你其實猜得出來 像比如說這張是什麼 這張是天龍國 這張是我們台北地圖喔 我們透過這一張張的地圖 就像拼圖一樣 把它們拼起來 我們就可以回到過去 知道當時的人們對台灣 到底有什麼樣的認識 每個國家畫的地圖風格也不一樣 像這張就是日本畫的 日本當時 有叫台灣叫大淵 台灣 東寧 更有名的還有高砂 高砂 大淵 像是在明朝 正成功之前 大家對台灣其實也不熟 還以為它是琉球的一個島 最後就在地圖上隨便畫一個圈圈 就回去敷衍皇帝啦 一直到清朝康熙那個時候 才正式有一個命名叫做台灣 你看這個毛毛蟲一樣的台灣 就是因為當年清國政府 它沒有很強 打不贏我們台灣的原住民 所以最後只好畫一條線 跟新過來的漢人說 欸原住民太強了啦 所以你們不要超越這條線 你們超越這條線 那是被原住民幹掉了 政府不負責 不要來靠北 這些古地圖 可以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 去切入歷史 總而言之 這一本書 如果你是歷史迷 或是地圖控的話 我真的覺得 非常的有收藏價值啦 而且你看它 質感真的是非常不錯 OK 我們今天的這一本 被誤解的台灣古地圖 就介紹到這一邊 那如果各位喜歡 喜歡或不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在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 那想要看更多的影片 也請按下訂閱 小鈴鐺要不要開 就隨便你們啦 今天就這樣啦 各位掰掰